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Kevin 这节课我们将要学习感知力 在游戏开发过程中,为了让AI对象看上去更真实、更有趣 就必须让AI对象拥有一些感知能力 比如视觉和听觉 这样他就可以看见或听见周围发生的事情 并且能够对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 这就让AI对象拥有了类似人类的行为 感知系统的质量直接影响到AI系统的好坏 感知系统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计算 所以希望大家下来多去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 对感知系统拥有足够的理解 将有利于构建更强大的AI系统 感知系统的开销通常较大 所以感知系统不需要每一帧都计算 AI对象感知的信息多种多样 通常会包含视线看到的对象 听到的声音 同伴或敌人死亡的这些信息 还有环境发生的变化等等 感知系统的实现有轮巡和事件驱动两种方式 轮巡就是通过积极主动的观察询问 来获取需要的信息 而事件驱动是通过坐等消息的方式来获得信息 在实际应用中 大多采用这种事件驱动的方式来获取游戏的信息 这种方式在Unity中很容易实现 我们可以给AI对象添加一个碰撞组件 组件的尺寸就是AI对象的感知范围 当Unity3D的物理引擎检测到碰撞时 就会自动调用UnTriggerEnter函数 这样我们只需要在UnTriggerEnter函数里面 去写相应的代码就可以了 在事件驱动的感知系统中 应该有一个中心检测系统 它主要用于查找AI对象感兴趣的事件是否发生 当事件发生时 它会通知每个AI对象 这可以看作是某一种事件传递机制 这个事件检测系统也可以称为事件管理器 它记录每个AI对象感兴趣的事件 并负责检查处理与分发事件 我们现在就来实现一个常用的感知类型 先打开Unity项目 在游戏中最常用的感知类型就是视觉与听觉感知系统 对于视觉需要配对的有视觉触发器和视觉感知器 现在我们就先来写一个触发器的积累 这个类是所有触发器的积累 视觉触发器与听觉触发器都将是它的python类 我们先在script文件夹下面再建一个文件夹 给它取个名字叫sensor 再建立一个触发器的积累 给它取名trigger 打开这个类 这既然是一个积累 我们需要给它写一些常规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我们给它设定触发器的半径 再来设置触发器的状态 看触发器是否需要移除 然后再记录一下触发器的位置 每个触发器都需要记录一下 事件管理器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写事件管理器的类 我们先将这个参数写在这里 等一下去创建这个类 然后我们再来写几个需要子类去实现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检测感知器是否在触发器的范围之内 我们把感知器传进来 现在感知器的类也没有写 我们先不管它 先把类名写在这里 然后还要写一个方法来更新触发器的状态 最后再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检测感知器是否在触发器的作用范围内 如果是返回true 否则返回false 我们还是将感知器传进来 先返回一个false 然后把这里用不上的方法删掉 这就是我们触发器的积累 然后我们再去写一下感知器的积累 返回Unity界面 这里创建感知器的积累 Sensor 我们来设定一下感知器的参数 先来美举一下感知器的状态 有一个视觉感知器 听觉感知器 以及是否存活 先写这三个 然后定一下状态 再记录一下事件管理器 然后这里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当感知器接收到触发器的信息的时候 来调用它 传一个触发器进来 还是将不要的方法删掉 我们现在去写最后一个管理类 去实现这个 Event Manager 将这个类创建出来 这个管理器是用于管理所有的触发器与感知器的列表 我们先在这里创建两个列表 第二个触发器列表 当我们的触发器与感知器不需要的时候 我们要将它移除掉 再创建两个需要移除的列表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这个类 先检测所有的触发器 并改变它们的状态 这里我们需要便利所有当前的触发器 如果触发器需要移除 我们就将它添加到移除列表中 否则调用触发器的状态更新方法 这里将所有要移除的触发器移除掉 然后再来写一个方法 它主要是让所有的触发器与感知器做出它们相应的反应 先便利当前所有的感知器 判断一下这个感知器的对象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了 我们就将感知器移除掉 如果对象存在就便利所有的触发器 检测感知器与触发器是否有事件要做 这两个方法我们需要在update里面去实时计算 当然这里并不是每一帧都需要计算 大家可以在外面去写一个定时器 让它每隔多少时间才计算一次 这里为了节约时间我就不去写这个定时器了 这个类里面还需要两个方法 是用来注册触发器与感知器的 每一个触发器与感知器在注册的时候 都需要由这个类来监听 然后将它添加在列表里面 这样我们的这个事件管理器就已经写完了 我们现在就来实现一个常用的感知类型 游戏中最常用的感知类型是 视觉与听觉感知力 对于视觉感知力 需要配对的视觉触发器和视觉感知器 视觉感知力是最常见的一种感知力 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知力 它需要知道对象与对象之间 是否有障碍物隔着 对象的可是区域内光线是否合理 太暗或者太亮都会导致视觉失效 比如漆黑的夜晚或者在闪光弹的范围内 都是看不见东西的 当然在我们初学的情况下 先不去考虑这种复杂的特殊情况 现在我们就先来编写一个最简单的视觉感知力 我们先来写视觉感知器的代码 编写一个类 取名叫视觉感知器 这里视觉感知器将它继承自感知器机内 然后来设定视觉感知器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视线范围 我们给一个常规范围 然后是视线距离 先初始化一下感知器的类型 这是视觉感知器 然后注册一下这个感知器 感知器内部不需要计算 我们删掉update方法 重写积累的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是当感知器能够真正检测到某个出发器的信息的时候 才调用这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写检测到的时候要做的是 判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这里当看到角色才做出反应 做什么反应呢 我们让怪物看到角色就向角色移动 获取自己身上的行为组件 这里需要怪物向角色移动 我们给它设置成抵达行为 那么就将这个行为转成抵达行为 将抵达行为的目标 设为我们看到的目标 然后启用这个行为 这样我们的视觉感知器就写完了 接着我们去写触发器 刚才我们就说过每一个触发器与感知器是配对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去写一个视觉触发器 这里一样的触发器需要继承触发器的积累 注写一下这个触发器 触发器这里也不需要计算 我们将update方法删掉 来重写一下机内的几个方法 先来写这个检测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检测感知器 是否能够感知到这个触发器的具体实现 先来获取感知器对象 我们写的视觉触发器 这里判断一下感知器是否是视觉感知器 因为触发器与感知器需要配对 如果是视觉感知器 如果是视觉感知器 我们才做反应 否则就不理它 这里来定义一个投射碰撞 获取一下两个对象的距离 以及方向向量 忽略掉向量的歪轴 来判断 触发器是否进入到感知器的感知范围 判断它们之间的夹角 是否小于感知器的视线范围 这里需要将感知器强行转换成视觉感知器 然后再来判断一下视线范围内 是否有其他物体遮挡 像这个对象的位置 这里将歪轴提上来 不然会碰不到物体 然后是方向 然后设限 视觉感知器的感知距离 还是需要转一下 如果没有遮挡 就返回处 否则其他情况就返回false 然后重写另外一个方法 这里如果触发器在感知器的范围内 那么感知器就做出相应的反应 如果刚才那个方法 返回的是处 那么我们就执行感知器里面的方法 最后重写一下触发器的更新方法 这里视觉感知器与视觉触发器都写完了 我们返回到Unity项目中去测试一下 看一看视觉感知能力有没有成功 这里有一个怪物 我们先删掉它身上的其他行为 将刚才写的视觉感知器付给它 然后在项目中创建一个空对象 取名叫做事件管理器 将事件管理器脚本托给它 然后把事件管理器下挂给视觉触发器与视觉感知器 这里我们刚才在代码里面写过 当怪物看到角色的时候就向角色移动 所以我们给怪物再挂上我们以前写的抵达行为 然后不启用这个行为 当看到角色才启用 我们给它设一个减速范围设小一点 最后将视觉触发器挂给角色 这里来设置一下触发器的参数 触发半径我们先随便给它一个值 然后 这两个值都不管它 一个是是否移除和触发器的位置 这个我们在代码里面有更改 我们不用去管它 然后将事件管理器下挂给它 好了项目设置完成了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看效果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当角色没有在它的视线范围的时候 离它多近它都不会有任何的动作 一旦角色进入它的视线范围 怪物就会朝角色移动 这就是我们的视觉感知器 与视觉触发器的能力 以上就是我们这节课的所有内容 下节课将接着为大家介绍 听觉感知力 以及一些组合用法 这节课就先这样 大家下来多去写一些代码 可以当角色进入怪物视线的时候 做一些其他的动作 比如说写一些攻击的代码 或者说逃跑的代码 总之希望大家下来多去动手实现一下 我们下节课再见